怎么样才能够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没有见过谁靠防守能赢的 对不对 那双打你想赢就必须要多进攻 对吧 那现在没办法 我们现在是防守状态 来过去 现在是防守状态 好 来防守分攻 直线挑出去 我防直线 刚才说了对角会打 但是比较爽 对吧 那我们就很简单了 我来防直线 他帮我看中间的位置 对吧 好 球打那边 挑到那边去 那我们宽边 对吧 左右的双打轮 而不是你站中间 不管是跳哪里 我们一人一半 这样是绝对防守防不好的 一定是挑对角 好 看对角 我会比他前面一点 一个扇形的防守 因为这样我也方便吧 如果这样对那边的话 连杀过来我就憋住了 一定是面对那个杀球的这个人 把直线控好 我说我们是一个扇形 然后挑完这边 好 我们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在防守 那请问一下防守 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球防得好呢 怎么样能够有防守反击的机会呢 就是你防的球很平 先不谈什么位置的问题 就是把这个球防过去 我们就来讨论 我们怎么把这个球防过去 在防守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去 在练的时候 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了 你这脚步要移动 就在防守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球 对吧 杀过来 要移动 你们很多人在练技术 在打球的时候 那个脚不爱动 手上是很重要的 但是脚上的作用也是 我觉得大家有一大部分人 你们不是那种很初学者 你们应该打 你们已经打了一段时间球了 然后那个双打 那个球感呢 也是还可以的 但是呢 你们脚上都不会动 到现在 你看到姚俊文 还有那个谁啊 现在你的脚手 还是不太习惯那种 往前的主动的 去迎击的球 你还是一直打出来 不自然的 就要往后跑 一压你 你就会往后跑 如果你想你的防守 有变化 和有反击能力的话 一定要脚步要动起来 同样的球 我现在没动 对吧 好 我现在动起来 我现在动起来 动起来才会有变化 看见没有 你动起来才会有变化 如果你脚步 没有一个移动的习惯 你的防守永远都是 往上走的 重心在同等的同时 你要变线 或者去抽得更好 脚步的移动 防守其实没什么 防守在我这里 我觉得只有 只用练两个东西 一个是打墙 还有一个还是打墙 就练打墙 就可以完美地 解决你防守的问题 好好的去练打墙 然后防守的意思 懂吧 直线为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